与早期的华团的组织 很担心的一样就是说 青黄不戒 我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华团 已经不同了 青年团的领导的组织 他甚至可以说清楚于难 他们比我们这些领导 站在更前面 他们可以带动到中国海外 去交流 去考察 比我们这些组织的前一辈 可以说后浪推前浪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担心 青黄不戒 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所说的 我们应该给更多的青年团的年轻人 来加入这个组织 给他们更多机会来发挥 来为华社做出贡献 2015年的年度汉制 我们选出个苦制 证明2015年人民 都在苦中做了苦中生活 2016年是猴年 猴子是七十二遍 我们希望能变出一个 更美好的明天 更美好的春天 我们希望大家能苦尽甘来 最后让我祝贺大家 七年进步 官司如意 精享事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